女人伸出舌头 从下往上开始舔刀 脸上满是享受 男人有些不知所措 女人眼里尽是暧昧 继续伸出舌头往上游走 直到舔到男人的手指 男人的刀再也握不住了 没有谁可以拒绝这种诱惑 可下一秒 女人竟然用力咬断了手指 男人顿时发生杀猪般的残叫声 她一把推开女人 准备抄起一旁的斧头 这时女人也用嘴含住了刀 就在男人抬起斧头时 女人含着刀冲了过去 正中男人心脏 随后结束了男人的生命 而这个男人正是她的丈夫 女人名叫阿南 从小就生活在韩国某座小岛上 这里地处偏远风景秀丽 但保留着男尊女卑的陋习 男人有着极高的话语权 而女人则只是生育劳作的工具 他们要承包所有脏活类活 即使身体不适也不能休息 而男人只是上房修个屋顶 就被众人围成一团嘘寒问问 阿南是岛上唯一的年轻女人 她憧憬首尔的繁华 偶尔抱怨几句对生活的不满 都会换来丈夫的一顿毒打 到了晚上更是悲惨 她被迫沦为男人们的谢欲工具 时间一长阿南也渐渐麻木了 直到这一天 儿时的玩伴小元回来了 她毕业后一直留在首尔工作 过着阿南梦寐以求的生活 精致优雅的小元一上岛 就吸引住男人们贪婪的目光 两人回到阿元家的老宅 阿南续到其小时候的事情 可小元却显得有些不耐烦 时隔多年 阿南还是这么简单淳朴 可他却早已经历了社会的毒打 成为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 穷人找他贷款 他借口手续麻烦不肯接受 警方让他协助调查指认凶手 他害怕引火上身隐瞒事情 大城市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 于是他选择回到小岛散散心 小元的到来仿佛带来了一束光 阿南不仅每天给他送来吃的 而且还帮他清洗换洗的衣服 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 他唯一的请求就是 让阿元帮助女儿去城里上学 而女儿也一脸好奇地看着他 询问他在首尔的生活 没一会儿两人就清静起来 俨然成了一对好朋友 可这天两人玩够了准备回家 刚到院子就被阿南拉了出去 他捂住女儿的耳朵 只是让小元带着女儿赶紧离开 丈夫叫了个小姐来家里打扑克 而门外的妻子却视而不见 丝毫不在意房间内的输赢 看见女儿回来 阿南赶紧把他赶走 他不想女儿了解到这些东西 一旁的婆婆指责他看不住男人 完事后小姐坐在门口补妆 他看着有黑的阿南 好心递过去一支防晒霜 他同样很厌恶这个男人 但因为工作原因才不得不接受 他劝说阿南还是早点逃出去 可阿南却表示他不想孩子没有父亲 小姐也不好多说什么 但出于女性之间的同情 他给阿南留了一张名片 让他什么时候想走了就给他打电话 这天他回家发现女儿正在化妆 于是质问女儿化妆品哪来的 女儿回答说是爸爸送的 这时丈夫也回来听见了 他一脚踹开阿南 接着把女儿抱在怀里 阿南慌忙找到小元 请求他带女儿离开 但小元言辞闪烁推托着 阿南只好说出事情 他怀疑丈夫对女儿图谋不轨 小元听后只觉得可笑 他嘲讽阿南为了能去守尔 竟然能编出这么恶心的理由 阿南只是绝望地说道 你想象不到这里的人有多么亲手 第二天小元找到女儿 问他有没有和爸爸发生什么 可这时阿南的婆婆过来打断了他们 他警告小元不要多管闲事 接着就带走了孙女 而阿南也准备自己想办法 他趁着丈夫还在熟睡 于是偷出他口袋里的钱 接着给小姐打去电话 让他带人开船来接自己 凌晨他带着女儿赶往海边 可看到同行的船夫后 阿南的心凉了半截 原来船夫和丈夫是一伙的 母女俩的计划也彻底失败了 丈夫揪着阿南的头发往回转 一边怒骂一边殴打 而老太婆们竟然还煽风点火 表示打得好让他不守抚道 女儿上前阻拦去给丈夫一把手 接着脑袋撞到石队上当场丧命 阿南小心地靠近女儿 一旁的丈夫表示抹点豆浆就会好的 阿南悲痛大哭疯狂地闪开男人 放下你们 随后村官上门给女儿开死亡证明 众人都把女儿的死甩给阿南 阿南恨恨地说是丈夫害死了女儿 他让一旁的小元作证 可小元却说自己在睡觉不知情 可阿南分明看到小元刚才就在不远处 最后女儿的死亡也被定性为意外 从那天起阿南就彻底疯了 女人拿起一旁的镰刀 而导致女人杀人的 竟然是因为看了太阳一眼 丈夫失手杀了女儿 可全岛的人都包庇她 就连自己最信任的朋友都在袖手旁观 小岛上的一切冷漠自私 终于把阿南逼疯了 他来到田里干活 一旁的老太婆们却在欢声笑着 阿南抬头望着刺眼的阳光 却感到浑身发冷 老太婆们甚至唱起了歌 阿南内心的怒火被彻底点燃 人久了人会生病的 阿南走向他们 抽出镰刀割向他们的喉咙 任凭他们苦苦哀求 可阿南却没有丝毫手软 他们的丑恶嘴脸早已深深印在心 她一个都不会犯覆 婆婆一路逃到悬崖边 她诅咒阿南马上就会遭报应的 可阿南却毫不在意 女儿是她活下去的希望 可岛上的人却亲手杀死了她 现在的她只想为死去的女儿报仇 婆婆健壮不等阿南动手 直接就跳下了悬崖摔死了 现在就只剩那些禽兽不如的男人了 她把小叔子带到一旁 趁着她侵犯自己的时候 一把拽住她的头发 然后割下了她的头 接下来是丈夫 她挥刀砍去却被丈夫挡住 接着反被丈夫制服 丈夫一顿拳打脚踢 并扬言要杀了她 于是阿南跪下来向她示好 不断引诱着她 上头的丈夫卸下了防备 这时阿南突然咬断她的手指 吃疼的丈夫一把推开了她 接着就要拿起斧头劈了她 却被阿南一刀捅到心脏 接着阿南拿起镰刀 一刀接着一刀 发泄着长久以来积攒的怒火 一旁的小元也吓傻了 她急忙和船夫一起离开 但阿南还是追了上来 她抱着船夫一起掉进了海里 等小元回头看向后面时 海里已经泛起一片星红 阿南解决掉了岛上所有的人 却留下了一个痴呆老人 接着又登上了另一艘船 她要去首尔拜访好友 等小元一觉醒来 她发现自己的手被靠住 而阿南就在身旁 吓得她慌忙逃到保安室 却发现保安早就被捶死了 她赶紧躲到一旁的禁闭室 追上来的阿南掏出笛子 让小元再吹一次而食的曲子 这时声声响起 没死透的保安朝阿南开几枪 中枪的阿南奄奄一息 她缓缓地爬到小元怀里 让他吹出了那首而食的歌谣 最后阿南面带微笑地咽了气 而经历过这一切的小元 也开始转变以往的态度了 她站出来指认当初的凶手 帮助那些曾经拒绝过的人 故事也到此为止 庆幸的是我们从小生长在红旗下 可以不用担心遭受压迫和剥削 但世界上仍然还存在着这种现象 因此我希望新时代的年轻朋友们 可以积极地投身到祖国的伟大事业当中 为明天的盛世繁荣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也让这样的悲剧不再上演